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奏出金黄香酥的协奏曲 再用凤梨 梅醋 糖一起拌炒 酸酸甜甜 非常下饭 而螺旋状的脆瓜 不仅吸取了更多的梅香酱汁 一层一层的口感 更是让人停不下来 我们就跟着 很会自行变化料理的许玉姬 一起来做做看吧 现代新书派健康对咱来啦 欢迎我们这一位曾经做料理 都被儿子取笑 嫌弃的郁清师姐 你好 阿森姐好 大家好 被儿子取笑的结果 就发愤图强 然后现变相机高手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你刚刚好有没有 真的 其实郁清师姐不只料理做到 听说手艺也很棒 哪里 本分而已 真的 会做包包 对 会做手工艺 对 而且也会连梳妆、化妆、美髮 什么都会 那她还帮我们师姐们服务 对不对 应该啦 那你现在真的全才 但是呢 其他类型我们今天不表演 我们今天就要表演 曾经被儿子取笑的料理 好不好 好 但是呢 今天这个可是又是手工菜 非常厉害的 一清师姐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是三色糖醋树排骨 记忆力真好 都没有记住 太厉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色糖醋树排骨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三色糖醋树排骨 材料有油条两条 芋头半颗 凤梨半颗 青椒一颗 红椒一颗 面粉 调味料有 砂糖两大匙 莓醋两大匙 酥蚝油两大匙 胡椒盐少许 酸莓粉少许 盐一大匙 就是用这个油条做素排骨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 首先要教我们选油条 油条有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油条蛮冷的 但是我们颜色不要选得很深 要尽量颜色选淡一点 因为等于说它的火候 不会得那么大 而且吸收的对我们身体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买那个人家炸好的 比较第一次炸好的新鲜的 油条 然后要冷了再来处理 对不对 真是素食达人 好厉害 我发觉你的手艺很巧 你的嘴巴也很巧 好会赞美人 来 那这个要怎么做 我们正常是 油条是双胞胎对不对 是黏在一起 但是我们为了要怎么样 要让商人说 要发挥它的功能 把它剥成两半 好 剥成两半之后 我们差不多两公分半到三公分 切好 对 用手剥也可以 用手剥 对 用手剥 先把它剥 剥像这样一截一截的 好 剥好了 剥好这是不是有洞对不对 有 然后我再把芋头 也把它切得差不多 它的长度 这油条大概是它的长度 然后我把它用手 用鱼条 直接穿过去 好 直接把它穿过去 有的没有空 可以用汤匙 汤匙还是筷子给它吐 对 这样有没有像 对吧 这样有 这样给它一点点吐一点点 对 那如果太小洞的话 就要先细一点 才穿得过 这样 对 这个就 对吧 双口 你好厉害 有了… 好 就是这样 对 那我们这样子用好之后 你看是不是有点像 外面市场卖的那个 什么排骨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叫素排骨 对不对 像这个 没有说有洞的话 就可以稍微 对 用我们的筷子 这个后面这边会比较直接 比较粗 对 太用力的话 它会不会 会输掉 会输掉 对不对 所以还是也要小心 像这个比较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那个比较短的 对 像这个比较短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有长有短 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用好之后 是 我们可以把它裹一层粉 这个是粉浆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这个水不用 差不多 你看它的粘稠度 还蛮濃的 粘稠度 那你就把它炸好 直接就下去炸 那我们就这样子 直接下去炸 对 好 在炸的时候 所以要跟它翻一下 才不会焦 这个有点 其实还蛮费功的 就是说你等一下 一边沾一边炸 对 然后一边起锅 要这样 这样子才不会浪费时间 好 而且也比较不会那么油 是炸成这样就够了 没有黄 白白的 要给它炸白白的 因为我怕说太黑的话 火气会大 我看一种把手 会死 不然我来 我来顾那个,好吗 好 这个熟了 好,来,我来顾这个 因为芋头也是很快熟的 因为本身油条已经熟了 熟了 对 好,然后你来沾 好 我来顾这个 好,那就麻烦你了 这个就… 所以说这个可以快速地一次 把它丟下去 炸好 重点是不要炸得太焦 对 因为太焦 尤其是夏天 就食物吃起来会… 上火 像现在丟下去 我们不要给它快速地翻动 对不对 可是也要稍微动一下 不然它会变成双胞胎 会黏在一起 稍微给它剥开一下下 像譬如说是这样对不对 对 好 所以说也不要一下子丢太多进去 对,因为我先炸好之后呢 好 我可以直接孩子下班 或先生下班回来 他们可以撒个酸梅粉在上面 直接就可以吃了 好,那你就可以多炸一点吧 好,阿嬷 我们再来两吃 好,那你觉得说 我这样做得不够 我想为明天保留点菜色 我炸好起来 放在冰箱 包起来放在冰箱之后呢 我就来放三色的蔬菜 冰箱、青椒、红椒 就可以放下去 就是一绕菜出来 这个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厉害 你儿子都在说 爸爸做的菜比妈妈做得还好吃 那时候他几岁 那时候是读国 国小的时候 所以他很直接地就这样说 对不对 他说 不让你做 还好他没给我面子 我今天才会… 才会逼你,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 家里面有个人闲一下 反而也是好事,对不对 对 那你将来就会变大厨 那你那时候去跟谁学 我这个都看我们的电视 然后还有看我们的那个… 我也常看电视 我还主持人 还是不会 那看了之后呢 你做给他们吃 对 他说妈妈有点像 他是你的那个叫做评审委员吗 真的,评审团 他是评审团 他会说有点像,OK,过关吗 对,他说有点像 这样子你是不是就会更有信心 没错 所以说有时候家里面的人 当然挑剔是好事啦 但是挑剔完了之后 也是要爱的鼓励啦 对不对 然后还要不要再炸呢 不用了吧 用了 这样子就够了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次都把它多炸起来 对 就像譬如说你刚准备的这么多 我们都把它… 先完成起来 全部先完成起来 对 对,那你可以用个酸梅 好,这里有酸梅粉 你撒看看 OK,好,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待会分两次来吃 好,那这一个呢 就先来拿来做这个糖醋的部分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先把那个青椒 跟那个红椒呢 因为凤梅我们要先把它处理起来 是 因为它的皮啊 先把它用盐巴水把它浸过来 好好吃 台湾的凤梅真的很好 但品种又这么多种 那就是要选带一点点酸味的 比较好,对不对 对 好,有一点酸酸的 吃起来比较开胃 目前有牛奶凤梨,对不对 牛奶凤梨比较不适合做菜 是吧 对吧 那还是这个是算比较我们的 传统凤梨 我觉得传统凤梨才有凤梨味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 对吧 难怪你是主持答的 来,我们这些这样子就够 好,来 然后现在我们要… 我们现在油 一点点的油 来 来炒一下,给它香 好 那我们现在刚才油已经倒下去 是 那我们就是把青椒下去爆香 好 因为这种东西 青椒跟红椒 它其实也不用怎么样的煮 它只是说 把它的香味把它用出来 因为本身这个青椒、红椒都可以生吃 生吃的 对 那凤梨也是要这么大片吗 对,因为跟青椒配 好 我们现在这样吃可以了 再来放凤梨 对 好 先来吃一口 因为其实凤梨可以最慢放 好,那我们这个黄醋 好辣 我们再把它放上去 好棒 再一点,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稍微让它有一点入味 对 你看这颜色多漂亮 好棒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放糖 好 放一点糖 对 一点糖 好 因为叫糖醋 是… 然后我们再放这个是烧 素蚝油 这是醋 对 梅子醋 好特别的味道 用梅子醋 对 然后我们这个再放… 这个因为我们杯子 有没有放一点水 因为这样不够咸 好,来 那个盐巴 好,去把这些调味调整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 这两样好了 对 好,那我们… 可以披成胡椒粉 也好 你的意思是说 像这一个就是用… 这是什么 酸梅 酸梅粉是怎么做的 我是说酸梅粉是酸梅 那个直接有没有酸梅整颗 我去剁的 剁细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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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蜜芥 对… 我不是买那种 真正的那种酸梅粉 就是酸梅 然后自己来剥 剥好,然后剁… 剁细细细的 这样比较好 对,因为你是真的知道 它就是酸梅 整个酸梅 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酸梅 你不知道 你外面的酸梅粉 你不知道什么样酸梅 所以说… 好,这个方法 好,然后我们先吃这个一块 怎么样 酸酸的 很好吃 而且是外酥呢 这个芋头熟了 外酥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种的 糖醋的 对 鳳梨啊 这里面我要吃你这个 今天这是主角,对不对 然后这个跟刚才会… 这里面都吸满汤汁耶 是 油条都吸到那个汤汁耶 是 是不是 然后就来吃一个 好酷耶 它的那个酸甜的味道 全部吸满在那个油条里面 一口下去 那个汤汁这样流出来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范胜妍 范胜妍先生 你妈妈很棒 真的很好吃 对吗 没有说让你没面子 好吃…真的好吃 三色糖醋素排骨 做法是油条 薄成两公分的长段来备用 芋头去皮切条后 塞入油条中裹上面糊 入锅炸熟再捞起 并且沾胡椒盐 以及酸梅粉 食用就可以了 另一种吃法则是 将青椒、红椒、凤梨切块之后 入锅拌炒 再放入油条、少许的水 两大匙砂糖、梅醋、酥蠔油 和一大匙盐炒至入味就可以了 接着下来 想做不可思议的料 让你们大家吓一跳 那么 要不要看 忍不住想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来 看 仔细看 来 开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什么 小黄瓜 对不对 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 小黄瓜是 长成这样 然后我来剥给大家看好不好 你这是腌小黄瓜吗 对 腌小黄瓜 但是可以做成是这个样子 你说腌小黄瓜 就没什么稀奇了 对不对 做成这个样才很稀奇呢 今天就是你要教我们做这道料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准备什么样材料跟调味料 凉拌梅汁脆瓜 材料有小黄瓜适量 红萝卜少许 姜少许 梅醋两大匙 梅肉少许 盐少许 香油一大匙 糖三大匙 怎么变果素 看到就这样 我们都通常把它切一切 然后水清洗干净 烟烟就好 这样你怎么做 这个就是说我们小黄瓜 就是先把它头尾去掉 那头尾去掉就是把它切成差不多 一公分半到两公分 好 你就把它切 那如果你要想要整齐漂亮的话 就要摆 这个就是说大约 对 平均 比较不会说有大有小这样子 等下你手要拿也比较好拿 像切这个的话到尾巴 我就会把用成两根 这么小也能用 对 要先用大要用小 居然还可以选喔 好 让你看 一大一小 不然我们就先用越小了 就这样子 这么小也可以用 对 好 我们就是这样子了 慢慢地跟它 转 这样转 这样让圆圈 不是 你怎么会这一招 因为 真的很难会 因为以前在卖槟榔 你以前是槟榔西施喔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想说 刚成 刚结婚嘛 那想说应该怎么样帮忙家庭 说一点 贴一点贴不家用 所以就 对 所以想当年曾经为了生活 卖过槟榔 但是现在改写回正 它不卖槟榔的 但是却把它这个技术 放在这个烟小棉花上面 对 不怪喔 所以说 这样子好 我们这样子看不出来 这个已经是切好的对不对 对 但是看不太出来 可是腌过之后 它的那个纹路就出现了 对 像树纹 那这样子弄好之后呢 怎么一个腌法 因为我的腌法是采取自然的 因为这个是婆婆种的 我妈妈 我婆婆种的 先燃野鸡的 对 用好之后就把它排 平平的摆 对 摆平平的 不然因为不小心 如果你乱摆的话 它都会散掉了 对 就不漂亮 好 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在这个盒子里面 好 比如说 就是说 我们不像一般腌小黄瓜 它是可以这样随便摆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 好 比如说放在盒子里面 就是这样平平的摆 对 摆平之后再放什么 摆平之后 我们就是把这些糖 酸梅 那个梅子醋 梅子醋 好 还有我们的香油 好 放了一点香油 对 和在一起 像这样子摆好之后 把它淋上去 给它泡 就这样子 像这样摆平 就然后淋上去 对 把酱菌淋上去 对 这样就好了 没有盐吗 不用盐 对 因为你盐的话 吃起来会太咸 因为本身醋里面有点酸 好 那这样子摆好以后盖起来 对 盖起来然后放冰箱 摆多久 差不多像夏天的话 我放冰箱 差不多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对 因为它很薄 很薄 所以它很容易入味 我们切这个切一个钟头 腌十分钟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料理 请小心 要要立 但是手也要巧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来做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真的是 要谢谢你儿子 当初咸妈妈咸得真好 谢谢你 感恩 感恩 凉拌梅汁脆瓜 做法是小黄瓜去头尾 切成两公分长段 在用刀切滚刀不片之后 摆入容器中 接着放入切丝的红萝卜 将和其余的食材 静置于冰箱十分钟就可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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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世界灾难频传 以前都没有过的 一年好几个灾难 我一定全数 我不能断借 那个时候这么想 结果好几十 还是断了又来断了又来 我吃素的时候她喜欢 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是吃素的 我是胡椒徒 然后过后又进了十字 所以说现在 因为我们也是环保 就知道说这个地球已经是灾难频繁了 你看现在世界灾难频传 以前都没有过的 一年好几个灾难 不是单单我们中国 去年七月的时候 不是港英月嘛 三人一直呼吁 要灾戒 戒胜前程一定要灾戒 自然而然 就这样子 慢慢地知道说 因果关系 最主要是因果关系 当时是为了生活嘛 去承包食堂 然后就是杀了很多 鸡啊 鱼 海藏 全部 回想起来很忏悔很忏悔 也很心痛 五届当中 第一届就是不杀生了嘛 所以实在那段是很痛苦的 因为平常嘛 那个口欲啊 很强 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说 我这几天不吃就好 然后过后又开始 就是这个口欲一直 断不掉 觉得是我 这几天不能吃就是 我克服一下就过后又可以吃 就这个心理 有一次嘛 我老公就说 你要全素啊 你才几岁你要全素啊 那身体反而不好怎么办 然后我那个时候不行 我一定要全素 我不能犯戒 那个时候这么想 我绝对不能犯戒 结果还几岁 还是断了又来断了又来 然后又看到那个 我们有事在播放嘛 大一台在播放 沙牛啊 很可怕就是刀子这样串进去 然后那个血一直流 然后以前我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猪血 我食堂都是煮那个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 一看到那个我就 很恶心 可怕 怎么那么残忍 从那个时候洗 我一看到那个影片 从那个时候洗 我断了这个预念 绝对不吃了 吃素以后我就感觉身心很轻畅 其实我吃素了以后 我以前瘦了 现在吃素也更怕 我早餐的时候 都是吃那个 乌乌杂粮 花生 豆浆 我师兄本来他是 我比较吃烘的比较多 反而我师兄吃比较少 他也喜欢吃素 因为他以前是在搞销售的嘛 所以经常吃到那个山子 比较高的 所以他比我还早吃素 我吃素的时候他喜欢 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 都是吃素的 真的 身心很健康 而且清安自在 而且可以互生 还可以保护地球 所以你今天就想跟我一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陈佛 最后想吃水 是否一样 冷却也是不吃肉 尽管的 好 我用了 都吃不吃 币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